空空闲话 师父,我这两天在看佛教故事呢 好 不好,我有点糊涂 看了你的梗气确实有点文体 看个故事就能把自己告匀 师父,那啥叫梗气呢 梗就是避与你闲天的平性 与佛的冤份 其避与你能接受佛教的容量 啊,我想我的根器可能当真不利 可是我觉得佛陀的根器也很钝呢 互说八道,挡心圈头 是真的 故事里有一段叫四门游关 大意是说 太子在公院中日久 想出外游关 靖范王命臣下陪同太子出游 经过东门时 靖居天王化作老人 头白背雨 铸杖雷步 太子问从者曰 此为何人 答曰 此为老人 太子又问 何者为老 为此人老 他人皆然 后来见到病者 死者 都是照这一模式问答 最后出北门 遇到靖居天 所化的比丘 太子说 善哉善哉 天人之中 以此为胜 我当决定 为学 是道 如实 如实 说得好 什么如实呀 西达多太子 到底是十九岁出家 还是二十九岁出家的 故事上 说的不一样 就算是十九岁 他还不知道 人的生老病死 您说 是不是很笨 些佛陀传记 说容易 很容易 说难 又十分难 往容易说 以大藏景中的 佛转资料 如佛奔姓景 国去贤在 赢过景 失而又景 等等 一把相称道的顺序 拼扑之序地卸下来 就是一篇诬陷科技的佛转 但是我们要谈 所人间佛陀的真面目 当然不能用这中泄发 说难 在所有佛转的资料中 随便举出一个问题 少加靠整 就总说 粉韵 矛盾 败除 诸如 佛陀神灭的年代 佛陀的婚姻情况 佛陀究竟多少年岁出家 佛陀的肚子落后落 赫世出神 等等等等 就都不容易靠扔出结论了 知道了 师父 有一个倒腾古董的 马卫都老汉说的对 历史没有真相 只残存一个道理 休息中心 人间佛陀之刀 数据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